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又是专业建言和大家聊天的时间 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 请了不同行业的朋友和大家聊天 我每次找会员朋友上来 除了他们在自己的行业里面 有一定的份量之外 他们也在自己的行业之外 也有特别的兴趣 或者有些知识可以和大家分享 这一集我请来的一位 是蔣康文Michael的建筑师 Michael是我一位朋友 在2005年 我们一起去北京 参与了一个课程的认识 Michael的长处 就是他对事物的触觉很深 很快 很敏銳 他也放了很多时间 研究中国的风水 而我最欣赏的地方 就是他不是用风水 是导人迷信 或者是为自己的利益 而是用里面的原理 原则 令到我们有时 对很多不同的事物 有另一方面的看法 另一方面的了解 以下的时间 希望Michael和大家聊聊天 也让大家去看另一方面 去看建筑学 或者人生上面 风水的角度 大家好 今天专业建言 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在每一集里面 都请我不同的好朋友 每个都是 所谓是 除了自己专业做得好之外 他有一些很过人之处 今天请这位朋友 可能大家都认得他 或者不认得他 不要紧要 我向你介绍 或者推介 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掌康文建筑师 或者Michael 多谢Michael 你今天来 谢谢 首先恭喜他 刚刚跟我说 完成了一个博士的 工作论文 应该叫做 准博士 他未行李不算 Michael 本身是一位 很出色的建筑师 我怎么认识Michael 就是在2005年 我们去北京 一起去清华大学 相处了10天 我被他说话的范畴 深深吸引着 他也是我第一位男士 我这么谈心 晚上我们捉着出去聊天 他那时跟我说话 令到我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真的得益很多 我觉得今天请Michael来 亦希望能够 帮到更多的朋友 因为Michael 他对建筑学的专家之余 他将风水摆在里面 为什么刚才我们见过他呢 在很多电视的日晚节目 我都见过Michael出来说 但今天呢 他比第一次我们 就是在网上之前 跟大家见面 大家可以随时 回来看 Michael不如 我很会做这么长的简介 交时间给你 介绍自己 还有你 我真是门外汉 每次都问你指点迷津 不如你讲一讲 其实风水那件事是 为什么有兴趣学 还有为什么会去到 今时今日 连博士论文 都跟他有关 其实我这样的 我本身是做 讀建筑 那我那时就 香港大学 刚刚教中国古建筑 那一年 好像是一年二 有位斯里兰卡的教授 就拿着英国人写的 Chinese architecture 中国古建筑的书来教我 哦 斯里兰卡 是 英国人写过的那本书 是 当时呢 可能年少弃盛 民族自卑感都出来了 本来呢 其实学术是学无前后的 对 那谁说得伏的 就算他是鬼佬 说我自己的东西 说得好的我都相信 对 但是说来说去 很多东西 就令到我 就是 总是觉得 还有很多问题 因为中国古建筑 其实有很多问题 嗯 那这件事呢 举个例子 我问你了 为什么中国那些屋顶 不像别人正常 一条斜内就算数 就要这样撬起的呢 那么越去南面 就越撬 越去北面 就没这么撬的 是吗 是啊 你今天去越南 你见到那些 那些飞到这样 飞上来的 那为什么呢 这些简单的问题 没有人答到我 没有人答到我 那我就去找书 这么多著作 中文著作 我懂得看中文 都答不到 那为什么呢 大家都用到很维密的 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建筑 是 但是里面都每一个 都讲到一样东西 就叫做风水 那什么是风水呢 那我们那些很喜欢 打烂沙盘民族的人 于是便去找 跟着初时就自学 我下一次就有这么巧 就撞到我师傅 根据他学 真是大师学的学藝 就好像以前的武俠小说 于是这样学学这些东西 然后发觉 他有一套道理 原来呢 用在现代 我现在用在建的 完全没有屋顶 没有飞禅 走壁那些屋顶的屋 都可以的 所以我便 为什么会觉得这一套 是我们中国古代 是一种类似环境学的东西 而这套东西 今天在西方 其实你炒回所有的西方 关于城市规划 建筑的书 他们在这方面 其实是没有理论的 反而我们中国人 有一套数学 有一套计数的方程式 有一套formula 有一套quiteria 即是叫做要求 你选择适合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叫做好风水了 其实有一部分 甚至是 跟我们今天科学 其实有吻合过 去个例 在一个山谷道 起一间屋 那些古人就不懂解 解释给你解释的 他只是说 两条龙中间 那条气就叠了 所以就不好了 那今天你发生过 民村地震之后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山谷道起一间屋 不好 是 看到最近意大利的水灾 整个小城被那些水沖上去 那这就是山谷 古人就用这套方法 来解释一些 我们其实 今天我们有科学 解释到的现象 所以科学 我经常都讲笑 我经常都跟朋友说 甚至一些博士 我都跟他们说 第一件事 大家就不要迷信科学 不是迷信风水 是不是迷信科学 为什么呢 如果科学 什么都知道的 答案 如果这个世界有100 是等于 所有的知识 就是100分 今天科学 最多只有50分 大家看到 你看到 我们以前 爱因斯坦说 那些东西 不能比光速 现在有人 已经打破了 这些东西了 就是说 证明了 科学才有发现 和发明 即是说 科学有些事情 是未知的 是肯定的 可能400年后 就知道了 是不是今天 我们解释不到 对不对 所以不要迷信科学 所以你就不要用一套 50分的东西 要解释100分 对不对 你可以接 那50分 我最多不懂 但不是代表 你这50分 一定是等于100分 所以 由于这样的推幅 很简单 对我来说 宗教 和科学 不用打架 风水和科学 不用打架 三套东西 可以动并存 没问题 这个就是 我的人生观 很简单 今天第一次听你这样说 因为 每月和Michael 聊天 他会告诉我 香港的情况 为什么会搞到这样 因为 那条龙 不知道 很多东西都讲故事 不要让我听 因为跟我说 你做人要这样 如果不是 你就会这样 自己就不要说了 不如 你可不可以 给我们一些实例 谈谈 譬如在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很多朋友都想问你 不如我代他先问 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 风水这件事 我希望都是帮 吹嘴避空 帮到很多人的生活 有什么基本的 事情 我们要知道 不如过了 给大家 万万不能做 例如 你觉得 这件事很难说 其实真正的风水 记住一件事 我们中国人那套 就是说 没有绝对的黑 没有绝对的白 你放一件白色的东西 在另一件白色的东西 在另一件白色的东西 你就会看到 有一件白一点的 放一件黑色的 在另一件黑色 都会有一件黑一点的 这个就是 风水阴阳的道理里面 所以每一件事 其实都有所谓 exception to the rule 与例子 范例 有不同的 明白吗 这个就是阴阳 为什么阴阳里面 一个大的黑色 有一点白的 白里面有一点黑的理由 是 所以这一件事 你这么说 如果你说一般事 我们不可以不做 一般可以 避过的 举个例子 你写字楼 家前面 那轮挖地 大家可以做 做统计学的 自己 我们对面拔地 那是否做这轮做事 是否没那么顺利呢 就是做事 这些东西 总是有多些棘手 这些东西 我没得用一个 科学的去解释 解释 是的 但是有些 有些很有趣的例子 如果这里有个公园 围住公园那四条街 生意 做铺头 一定是不旺的 但是过了 这四条街的旁边 第二条街 不知道东南西北 要计算的 因为 有一条有一条 很旺的街 嗯 我们是铜锣湾维园 隔壁那一条 酒吧 是 你看回 你数吧 我甚至去过 我上那些 清贸大学那些堂 那些国内的城市 什麽什麽常州 设计划局 那些人上来理想堂 我问他 我连上周都没去过 我问他 喂 你那个镇那里 你那个市里 是不是有些 这些现象呢 他自己告诉我 是有的 有很多东西 我们以为 城市里面的东西 和我们没什麽关 这些是城市规划 和我们有什麽关 但是当你想做生意 你想开店的时候 这些就和你有关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为什麽那个人 却是做生意都不好呢 因为他选择了 对着一个公园 对不对 他可能选择第二条街 他就可以好好发 生意很好 这些就是我们的环境 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这些东西当你没有用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们的城市规划 和我们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发觉 我们有用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很有趣的 举个例 大家可以做一个统计 你知道沙士的时候 全香港最少 沙士发生的地方是哪里 是旺角和湾仔 我们心目中认为比较遜的地方 我们心目中认为比较遜的地方 湾仔和旺角的沙士的病法率 是低于将军澳和沙田的 但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城市规划是一个网格 我们的将军澳沙田 那些是一大舊的 一柄一柄的建筑 这些就是城市规划 影响我们的民生 很多这些东西 有些似乎大家会觉得 哇有没有搞错 好像超现实那样 对不对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 正正就是我们古人 所做得最厉害的东西 不过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说要现代 我们要仿西方 就算今天那些金融搞到这么多 一大户糊涂 我们都要仿他们 不是一定的 你看回头 有些东西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文化 其实有些东西 是仍然很先进的 我们只不过 不懂得拿出来用 就认为这些叫封建落后 就丢掉了它 是不是去个break之前 我想问一下你 和大家也有关系的了 年轻一辈可能想买楼 中年可能买了楼 或者年纪退休 认为楼是否应该卖 应该租 第一次 我们没有夹过 我只问问你 现在香港的运程 你会觉得 香港是去什么阶段 譬如2011年的11月 是怎样看呢 我呢就觉得 其实呢 有积可尋的 我们现在香港 其实就走去 你拿回纽约 做我们的模范 你就知道了 纽约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 我们现在香港 正在追着它 正在走去的 是 那你知不知道 纽约的房地产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有一件事 我经常说 香港 十年前 我已经开始说了 我人微然听 没有人听 我听的 我听的 我就说 现在香港走的是什么呢 我叫做 曼哈顿化 什么叫曼哈顿化呢 就是呢 如果你住在纽约 你只要在曼哈顿这里 你的房子呢 就有多少钱的 是 一过了一条桥 走了去什么 新泽西啊 去Bruns啊 去这个 去Queens啊 那些价钱 就突然跌了下去了 是 即是说 那个贫和库的 那个楼价呢 是拉得很开的 是 是 我们以前呢 中半山和下面呢 差一千元而已 是呀 是呀 现在越差 就开始越远了 越差就开始越远了 你明不明 所以来日呢 我们香港的楼价 都会分成两种 一种是普通市民的 一种是豪宅 真豪宅 即是山顶 例如南区之类 之类 那些呢 就高居不下 不会跌的 但是下面这些呢 就会跟市场规律呢 上上落落 上上落落 那就看你买什么楼 那跟伦敦 英国伦敦 可否这样比较 一样似是这样 类似 一样的 那就是 那些钱集中了 在某些区域那里 没错 永远都跌不下来 即是香港的山顶 你买了就不休的了 理论上 理论上是 理论上是 那当然 你炒的 高杠杆的 什么都死了 对 对 我就不买股票的 对这个股票企业 那是什么情况呢 现在 对香港很多朋友都会买股票的 是 怎样看 我们好想问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好笑的 不是好笑的 我年年 在《训报月刊》 有写一篇 预告 榴莲那些 不过我不是卖书 我不卖钱的 我是纯粹 明天帮你做代理 行不行 我没有做这些生意 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 我用回我们古代的通信 其实是很有趣的 它年年都准过 其实 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的统计学 是准过 例如今年 看到是今年银筋很紧的 即是第一年 不是 2011 今年是 事实上 短短的钱收到紧了 明年就一半一半 即是说 明年最大问题是五、六月后 即是由现在一路下去 五、六月 好像市场有些 几色 是几色 但是到五、六月 就有大问题了 我听很多朋友说 明年有很大问题 是的 但就好像SARS 大问题是整个香港都影响到的 不是 因为 通常香港都是受外面影响的 是的 是的 每五、六月 所以 没有大家自求多福 没有得说的 在这些情况下 但是都不用担心 大家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 现在到2019年之间 其实是我们中国一段 很 叫做相对平稳的时期 所以大家赚钱 由现在到2019年之间 都被心机赚 被心机赚一点 是的 这样 之后就有变数多了 不是 中间有一个波动 有一个大波动 这个是受外围影响 我们没有得控制 但在香港来说 我们都叫做好彩 是不是 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我经常都说 香港是福地 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人 那个 真是个心 香港人平均的心 在我见世界这么多地方 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举个例子 你知不知道 譬如捐钱 很多慈善机构捐钱 如果你看回他们的真数目 有机会看到 我有机会知道 这些消息 真的那些总理 董事 捐钱 原来不及18区 10元8元的商 加上更多 是的 我已经捐钱很厉害 有几万 十二十万 问题不是这里 问题是 每个都是1元2元 10元20元 100元 这样给的 最大的好处是 人多 你今天叫外人捐钱 是没有人捐的 他情愿死了之后 整套身家捐了给你 但是他不会肯 现身捐给你的 这是香港人的 所谓的kind heart 就是那个爱心 我们其实就是要发扬 这一件事 我们现在虽然罵得人多 但是 其实香港人最好是这一件事 我是觉得 我是最引以为荣的 作为香港人 好 下一节 我们就要讲 蔣准博士 讲多些 为何香港人的心那么好 好吗 我们又回来听Michael和我们聊聊聊天 不要这么说 真是指点益俊 刚才我们在break时 我问了他的问题 我说 我这个节目做 其中我最大的希望 是能够给到年轻的朋友 另一种看法 譬如说 其实是否 接触专业的人 是否一定好行些 他们遇到问题是怎样呢 今天从风水学来说 所谓的80后 暂时的80后 其实 刚才你十年前 已经算到这件事发生 不如说和大家分享一下 两样东西 我看80后 可能跟一般 我们这个年纪 看80后 可能不同 我们四十多而已 不要说那么老 那你也不是80后 起码 但为何呢 因为其中一样东西 因为我学这些东西 我们相信一样东西 就叫做代代有奇人 OK 即是说 每一个generation的人 一定有一些聪明的人 一定有一些聪明的人 对 同意 只不过 问题就是大家的价值观 我不知道 你记不记得 大家可能 在口边 在喉叭 但是你又没有想过 当年你穿喇叭裤 长头发 给你爸爸 说你们这些人是死飞仔 没有出息 我们这么努力 他们那些是经过大战 在那里死癌生癌 在社会才开始要好的时候 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人 就迟早败了他们的身家 那时候 就是那类啦 你明白吗 所以那个问题就是 你看到的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我经常都说的 这个就是大家的generation gap 而现在这些80后 在我信术数这套的计数 很有趣的 我们就说 因为这80后出世的人 我们叫做破军运出世的人 那破军这颗星呢 就是我们等于一个符号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 破军是什么呢 就等于一个打仗的先锋 就是负责去攻城那个 所以通常破军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做什么 攻城的嘛 攻城第一件事就是做什么 就是破坏 就是现有那些制度 所有的东西 拆烂它 改变它 明白吗 即是有盆城墙 我就将它砍烂它 那就攻城了嘛 明白吗 即是躺在街上 做一些一步一步一步的事情 是啦 即是他们的价值观 跟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他就觉得那些就正常 我们这些不正常 即是开会用 我们要有什么以时规则 做什么以时规则 做什么以时规则 就是扔这些做什么 是啦 你明白吗 那这个呢 就是 我们这些generation 破军运的人的特性 那这些人 有没有叻人 有一样有叻人 一样有叻人的 一样有叻人的 我办公室有好几个 那你都想到 我们当年那些死非仔 是 多少那些搞 即是搞 今天我们见到那些 所谓什么 什么民主中坚分子 等等 当年都是那些 什么补钓人士 在香港大学 一样是做那些 烂头筑的角色 现在出来的 多出色 对吧 对吧 所以你不可以 第一件事 千万不要低估年青人 还有有一件事 这件事 甚至我和你都不及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是叫做八蚊 八蚊的挂 就叫做筋瓜 筋是好像树心边 就是草根的根不外 的木字 叫做筋 那筋瓜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年青人 男性的年青人 是 所以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这十年内 有多少亿万富翁是年青人 多 是不是 多 那些 Bill Gates Steve Jobs 你明明我的 idea 越来越年轻的人 是做亿万富翁 百万富翁 这些我和你都未必 追得到 你都没有时间 做这件事 但问题是你看到 所以绝对 不可以看小庭 年青人 所以我看八十六侯的做法 只不过是一个 他们对今天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 憲制社会的一种反抗 就是因为他们要拆墙 那我们应该给他们拆墙 鬆绑呢 那我们都需要拆墙 鬆绑 是 那听到年青人 你觉得我们 香港人经常说 真是最幸福那一代 他就不用打仗 但是享受了香港的成功 现在很多的 我想今天五十多岁的班 五十六十岁的班 是最幸福的班 应该是五十年代出生的班 因为他没有过战乱 他现在就五十多岁 他怎样跌都跌不到 他以前买楼的价值 还有 因为三十多岁的时候 有九七危机 他上面那些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突然之间高薪厚职 都不要 辞职 然后去移民 于是上面有很多空位 给他上 即是五十年代那班 是最幸福那班 是啊 五六十年代都是的 相对来说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你想想 你看到现在去到日本 论资牌背 董事长八十岁 行政人员六十岁 那四十多岁的就做事 那四十多岁的就做小孩做事 那三十多岁的就是斟茶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那你便看到 因为上面没有人走 社会 对 对 对 日本死就死这件事 那是否香港 我们现在五十多岁的班 要快些退位给我们走 五六十岁的那些是否呢 不可以这样说 反过来看 我又觉得 那他顶着不动 那校园就上不了 你不要说 香港现在很多的 不是 香港的领导 五十多岁很多 你又要想一件事 你又要想一件事 你要记得这班五十多岁 在他们三十多岁的时候 你知不知做什么 他们做了一件 现在今天那些八十后 很少做的事 是 好像我那时代 我做建筑 我老板当时 喂 你上去大陆 哪里哪里 做事了 做个project 那我就上去 那时还要怎样 去山头 要搭船去的 过一晚才去到的 来会 坐船过去卖东西 是啊 没有车到的 你猜现在几个小时去到 山头 不是很远 是啊 只要搭飞机 要去 飞去广州 转飞机去山头 这么大件事 是啊 但是那时候 我们不会想 喂 什么人生保险 等等 安全 Hardship allowance 那些地方 有没有床 有没有木丝 那时代 真的有 那时候 我們沒有的 我們沒有想的 老闆叫就行的了 現在我們這些年輕人 唯一最大的毛病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不肯去外面 不肯去捱 即是他不會去看 我捱這五年 可能是我這世後那十年最好的 最重要的是 隔離份工多兩千元轉工 這個就是現在的最大毛病 如果大家肯虧虧這兩千元 肯去捱的 很多機會香港大把 是不是 你看大陸那些人 他們幾多機會上啊 為什麼他們這麼多年輕人上到這麼頂 因為上面大把機會而沒有人 你不要在香港排六十年 什麼六十八十退休那些隊 不如去那裏闖一下吧 這個世界 我們那個時代都是這樣闖出來的 很多東西 你明白嗎 那個時候哪有政府幫的 上去大陸去找項目 沒有的 靠自己 所以這些事情 你要個人有些事情 要有些個人犧牲 你犧牲了這段時間 犧牲了一些事情 不會這麼多機會去蘭桂芳 和蘇豪和朋友喝酒 你去大陸蹲 你可能會打出一片天出來 大陸晚上蹲都挺好玩的 所以大家要看看有幾個機會 因為我曾經請人去越南 建築師 畢業的建築師 跟我說答應了 接著打電話來 我還是不理了 為什麼 我媽媽說那裡都不知道什麼地方 很不安全 所以我就不去了 所以沒有去到 沒有去到 那這些 我覺得 這些就是 太過什麼 太過受保護了 講一下我們香港 要講新的建築 不如講一下香港的政府總部 起初出來 你是建築師 指點一下我們市民 看著那個 門上開的感覺 是否真的在門上開 其實是否會做到這件事 第一件事 我不可以批評 別人那些 我同學建築師 那些建築 是 好 讚不可以 首先我第一件事 我講 因為我都寫過文章 關於那些 不是講這座標的 這座集 是一個我們常常叫 海船門的建築 即是兩棟樓中間有一條橋 這樣黏住 是 各個都叫什麼門 什麼門 是不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 中國的門是怎樣的 門是有兩張門 很開的 開的就叫做門 很開的 如果不是的 就叫做什麼 叫做韓國人叫做洞 是一個洞 是一個洞 是一個洞來的 這個不是海船門 是海船洞 大家主要用正正義 這件事 我自己看 這是歷史統計 對不起 例如法國最出名的海船門 但其實它應該叫做失敗門 為什麼呢 因為自從 拿破崙 1813年 起了海船門之後 法國在歷史上 其實幾乎所有的戰爭都輸過 包括和我們中國的黑旗軍打都輸過 變顛覆 和普魯士和阿卑斯麥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閉上眼數 他都輸過 今上就不是海船門 今上就失敗門 伊朗的廢王 起了一個叫做伊朗門之後 就倒台了 薩丹普昇起了兩支劍的門之後 就連頭都斬了 好了 幸好這裏沒甚麼門 真是門 香港有一個好處 香港有一個好處 香港因為我們 通常後面都有一個山 就擋了它 我們那道門 雖然這就是個洞 但後面都是塞住的 你明白嗎 譬如像淺水灣那樣 都是塞住的 都是塞住的 你明白嗎 所以這件事比較好 變成了甚麼呢 變成了陰陽的陰 這就叫做陰形 所以很多人問我 以前也訪問過 問下一屆特首 不是這一屆 未來的那屆 是17年那屆 是甚麼呢 我認為多數是女人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這個建築 如何評論 我只可以這樣說 那洞會發生甚麼事呢 陰氣重 所以女人當權 所以下一屆 會是女人 即是女士 就要開始要 籌一下 班底 政光 民望 好 下次再談 蔣准博士 怎樣出擊被控 因為其實 在建築學上 其實他 Michael可以看到很多 和風水學 或者積落很多的 知識去秩序 去解釋 不過 未講前問問你 為何南方的樓 那個線 不會越來越高 北方的樓 是不是落雪的關係 錯 想不到 不是我作的 是 我有一篇文 是清代高洲 現在這個近著 雲浮高 高邀那些地方 在台山廣東 有個縣官寫過一篇文 建議他們重修文廟 為何要修文廟呢 其中一件事 為何我們 你知道古人信風水 這個人是江西來的 他自己懂風水 這個縣官 他就說 因為高洲的文廟 我們那個 這個頭 那個曉頭 為何我們經常 高洲都出不到文人 廣州出那麼多 眾眾舉人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文廟 這個曉頭 不夠廣州那個高 所以這件事 古人呢 也都有一件事 是代表一種辟邪的 男人是鬼 男方呢 因為樹木多 古人呢 逢樹木多的地方 就好而有那些 所謂的鬼神之說 是的 你不要笑喔 你不要以為 今天西方沒有喔 今天西方萬聖節是甚麼來的 那些殭屍片是怎樣來的 我經常覺得呢 西方就見不到那些 一件法財的樣子 我經常覺得呢 他就變成殭屍了 黑白無常 我正在想這件事 是喔 所以大家其實 你想想 美國有多少樹木那些地方 明白嗎 一有樹木多 可能一些心理影響 你用科學一些 你可以解釋 心理影響 陰影多 見神疑神疑鬼 所以 逢樹木多的地方 那些人就相信 這些鬼怪 無古的東西 多些的 所以越南方的人 我們樹木多些 所以古人就越相信這些東西 然後那把膏 那把腰的 隔出來的那把 那把 那個隻呢 就可以用來辟邪 好像那把刀一樣 辟邪的意思 就是在保護屋的人 是的 所以你去到南方 你去泰國 北方 飛起了 北方怎麼會撤下來呢 他沒有虧底鴨 為什麼他要撤呢 北方人理智一點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滲點水下來 不是 他們是 沒那麼相信這些東西 他們相對來說 沒那麼相信 是的 這個是事實 還有他們樹木少些 是 我們絕對 就不是多人去迷信 剛才他都說了 不是大迷信故事 不過很多時候 中國人特別有些 心安理得些 自己舒服些 今天機會 有些人說風水龍 騙你十年八年 我這個朋友沒有騙過我的 他真是一個專業建築師 所以我們有專業的背景 專業建言 反正就很對 你不如震我們 不要震了 跟年青人也好 跟香港的朋友說也好 你覺得香港整天的形勢 怎樣能夠 在這段時間 可以做得更加好 為香港做多些事 剛才你也說過 香港的心底 是最值錢的事 可能香港的福地 因為大家的心底好 捐住捐住最多 是這樣的情況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簡單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今天我們很多時候 都說環保 保護樹木 好嗎 你記不記得 是的 你知不知道 古代風水 就是最大的環保力量 是的 為什麼呢 一條村 那些屋後面 有個小山 擋住一些 有什麼泥石流 什麼山泥傾瀉 就可以用小山來保護它 但如果這個小山是光秃秃的 就比不保護還要倒下來 於是小山後面 就要做一些樹 於是這些樹 就會跟前面屋 村前面的水塘 有一個空氣調節的作用 因為水曬起來的時候 就會冷些 地就熱得快些 於是這裡有一個溫差 於是便有空氣對流 自然產生 所以你看到南方的村 每個人都有一條條小巷 很窄小巷 那條小巷叫什麼 那條叫做冷巷 冷巷 那字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因為有空氣對流 所以你看到夏天四十度 你去到圍村 那條小巷中間是很涼的 就是因為有個對流 但是你要保持這些樹 不讓人斬 那你跟農民說 水土流失 保護什麼什麼 浪費 我斬了它就有幾兩銀 對不對 於是 改變它 你後面的樹 就對你的子孫好 你斬了它 你的子孫就不好了 那他們製造一些大迷信出來 那些人自然 死都保護那些樹 你斬我 斬我的兒子 那他們是沒錯 因為斬了它 那些子孫真的會倒下來 那些樹 對不對 泰國今天就是這樣 斬了一些樹 那些水就倒下來 那這個是不是很有趣 用了迷信來做環保力量 但是這個是當時的社會環境 你不用這些方法 你是做不到這個效果出來 明白嗎 我們香港現在的好處就是 你看看我們開始講環保 但是對不起 我這個政府剛剛是調轉的 沒有啊 為什麼呢 大家可能會記得 九龍那邊還有一個爛頭山 那個安達神礦場 飛鴻山旁邊那個 很遠光響響那個 是的 那你也記得我們說過 我們自己說自己是 世界第一流的海港 居然有個爛頭山對著 而我們現在才 即是十幾年來 才去處理它 對嗎 嗯 還處理得一般的 我覺得效果 你看到了 這些就是 即是 即是 無論對環境 對我們那個 那個人 對所有的東西都不好 嗯 但是還有一個 大家可能會 可能會忘記了 如果你去九龍 你慢慢過來香港 我們在渣甄山後面 還有一個石礦場 還有一個爛頭山 那裡起碼超過二十幾年 居然沒有政府部門去處理 即是很久的那個礦場 沒有人理會 不是的 現在那個礦場是 雕廢了 然後就用來做了 不知道應該 我沒有記錯 石擊場 警察的軍火庫 但是你軍火庫就照擺 沒有問題 你可以整好山 只要山和軍火庫是兩件事 對嗎 但是我們的政府就是這樣 人格分裂 這個就給了那個人 那個人就不理這件事 即是我們現在香港 很多時候出現的問題 其實就在這裏 嗯 你明白嗎 我們的民望低的政府 深層之矛盾 很多就是這些搞出來的 小事 我們覺得 這件事 如果我們香港人 即是繼續努力的 我覺得我們是 因為我們本身香港 如果從風水角度來看 就是 我們呢 大家有沒有住在香港島 大部分的人 80%住在香港島 是不是看不到那個海 是看不到那個海 不過 以前看不到 永遠看不到一望無際的海 沒見過 是不是 蛙海 是的 這些就是我們現在的環境改變 現在我們是前排 城市規約到前排 就是那些寫字樓 那些就賺大錢 建海的 如果你當建海 建水就是財 那不是建少了水 難怪的 那平均的人便少了錢 對不對 即是怎樣都要海 那對深層次矛盾 就是這樣來 即是只有那些人 海邊賺錢 方向 不是你的方向 才讓你走 是否向東南西北邊好些 風水是一個四度空間 即是我們除了三度空間之外 我們還有時間 時間就變成在哪裏 就在我們建的那本歷法裏面 我們現在呢 如果你聽到很多人說 都知道 我們都說 我們現在是進了八運 八運 就是見到西南有水 東北有山 就好 我們現在東北邊 整個維港的東北邊 就是爛了那個安達神礦場 那個山是爛了的 是自己香港政府 將那條原本的山隻線鑿爛了的 那古人呢 山主人丁水主財 人丁是什麼 人丁就是人心 所以今天呢 無論有錢老好 無錢老好 中產階級好 為何對政府都這麼不滿意 因為鑿爛了那個山 我們最重要的那個山 那西南海那裏呢 西南海 我們現在不是很多其他的 沒有什麼 就是 那要看看 你香港島的哪個位置 是 我答不了你的了 那應該向哪裏好 有得減 什麼 比如當港島住 今天當來怎樣 那港島住 我當然知道 南邊最好的那些地方 不過我買不起 是不是 那你都不用想 那些就 不用懂風水都可以知道 找個富豪隔離住 難必是 不過買不到的那些 就是 給不起錢 那給不起錢怎麼辦 有什麼 向下也好 不是的 其實這個世界 就是這樣計的 我經常都相信 香港買樓一定要一級 是 現在你百多萬 買到那家樓嗎 買到 還買到 香港還買到 你向那些什麼 深水寶 什麼荔枝角 一定找到 找到 西環找不到 香港 對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 那百多萬那間 開始起步 差不多 換間二百多萬 換間三百多萬 一直這樣換上去 那些打電話去問特首 我一開始買不到 現在兩千萬的樓 當然買不到 一般正常的人都買不到 對不對 但是很糟 現在我們 就算我給你住到香港 好些的西半山 上不了中半山 上不了南區 已經分開了 gap很大 這就是我告訴你 萬哈頓花 那些是四億 你這件是多少錢 兩千萬 對不對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已經沒有去到那裡 看著我黑頓拜拜 對 這個就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就是 我經常說 這個就是 拉開 我不用一定要住那裡 那裡經常都一年 就算你說 在山頂上面 一年有五個多月是見霧的 我寧願住低一點 反正沒有那麼容易風濕 自己安慰一下自己 自己安慰一下自己 所以大家不要緊 低一點的不用風濕 又是賺到錢的 一樣 那在哪裡住又低一點 又不會收收又賺到錢 香港很多地方 是否港島好過九龍 有人經常說是真的 是否真的 在風水上說 不可以說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你是做公職的 講名氣的 明星的 港島好的地方 是多過九龍的 應該這樣說 明白嗎 所以你看到那些官都住在香港很多 為何政府不肯搬到別處 是嗎 是 其實問你做一件事 看你答不答我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 這輪夜日的報紙 都是見一些疑似候選人 在爭執支持 很合理 因為還有幾個月 香港有新的領袖 是 現在國有千秋 是 沒有一個絕對贏的人 國人有一個 進入包裝 有些人員很好 就 相當的能力 人們覺得不太高 有些能力很高 我們所說 沒有什麼觀眾緣 我們很公平 選舉的原則 要公平 沒有人給他一招 怎麽樣可以 將自己做得更加好 沒有公平 這個我們沒有重複過 真的 真的 你都給我這麽難題 我回答 其實是這樣算的 很簡單 就好像你說 你看到 你說人緣不好的 努力 都可以炸分 是 對不對 其實這一個 事 香港人 其實就不是 眼睛是雪亮的 是 對不對 他是看到的 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 你擺出來的那些政綱 我想這件事 五年後 就不用再被人 要將那個 致謝詞 經常都推翻 是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很簡單 講得出做得到 其實你這個貼士 對兩位一樣 三位四位都是一樣 是的 即是不要說了 是又不是那些 那些 那些 講得出做得到 就可以帶領香港 在節目完之前 我講了出做得到什麽呢 我希望 Michael 再要上來跟我們聊天 我講了出 希望你做得到 多謝 多謝 時間過得很快 剛剛跟Michael 聊完 希望大家 都好像我這樣 有一個很享受的時間 很享受的時間 我絕對先指聲明 真的不是說去 希望大家去迷信 於特別風水的事情 我是希望各位 有機會聽在不同角度 對每件事物的看法 其實風水學 或者西方的 環境如何舒服一點呢 其實對大家來說 很多是切身的感受 不過今天最開心的 就是有機會 是能夠聽得到 Michael說到 其實我們 所謂80後 那個破軍令 其實 回想起來都很相似的 即是說 每一代的年輕人 都希望能夠創出他們的未來 這方面 我們一定要 是懂得尊重 亦都要 是大家可以多些和充的 溝通 大家的共處之後 大家香港可以更走前一步 另外最開心的另一件事 就是聽到 香港是一個福地 這是很多人都聽過的說話 今天在風水學 要再聽多一次 令到我們對 將來香港的信心 更加增強 現在香港人遇過的問題 絕對不是說 我們沒得吃 或者香港是找不到工作 而人心是不定的 一個人心不定的地方 是很難發展的 我覺得在自身方面 希望大家 好像很多鬼說 都不斷地進修 剛才Michael說 他剛剛完成了博士論文 Michael在建築業 一定要超過二十幾三十年的經驗 都是繼續讀書 繼續尋守知識 這個精神 我想是香港人 我們是值得去推送 還有香港人的眼睛 說亮這句話 希望大家深深記住 好 下次大家再談吧